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新买的房子散了大半年的位 终于赶除夕夜可以入住了 我满心欢喜地邀请了我父母和哥嫂一家 想着除夕夜一家人聚一聚 也全当给新房增加点人气 我父母很开心 尤其是我妈 觉得今年除夕夜团聚的主场在我这里 她就不用从早忙到晚了 最初听到我妈开心的原因 我愣了下 心里隐隐约约有点不舒服 从前除夕 我都是提前回家帮妈妈干活 准备年夜饭 可是我觉得我妈是一点都没想过帮我的忙 但是转念我又安慰了下自己 只要父母开心 其他都是小事 我也不想累到自己 就提前在附近酒店 订了一桌送餐上门的团夜饭 酒店在除夕当天送餐很快 就在我把食物放在精致的餐盘里时 门铃声响起来了 父母和哥嫂一起站在了门外 四人均是两手空空 我大脑空白了一瞬 因为往年 我回家都会买一堆东西 转瞬我又斥责自己 对家人过于计较 爸妈 哥嫂 快进来 我扬起了一个热情的微笑 嫂子挺着扁平的肚子 第一个走进来 她刚进门就四周环视着 我父母和哥哥 则小心翼翼地跟在她后面 嫂子 那是我的卧室 我看着嫂子大喇 喇进了我的卧室 眉心不由地猝了起来 听到我的声音 嫂子撇了撇嘴 又出来了 竟只走到了餐桌前 巡视着 怎么就这么一点菜 够不够吃 我努力地堆起了笑容 嫂子 十个菜 十全十美 两份汤 咸甜个一份 够咱们五个个人吃了 嫂子突然语气 尖刻起来 我父母和弟弟等会儿 也要过来 八个人这点菜不够吧 我看了一眼 我父母和哥哥 哥哥冲我使了个 抱歉的眼神 父母则是装作 没听到各自 玩着短视频啊 见我不作声 嫂子突然给我哥发难 我不是说了 今年和家人一起过除夕 你没给你妹讲吗 是咱俩结婚了 我又怀孕了 就不值钱了吗 不值得你尊重我家里人了吗 我哥唯唯诺诺地安慰着嫂子 我还没来得及说 我看着我哥这副样子 瞬间心痛不已 他小时候为了保护 我被热水烫伤了整个脖子 连带着下河 很多女孩子都嫌弃她 后面遇到嫂子方 才成了家 我赶紧打着圆场 没事嫂子 我和附近的W 酒店的经理比较熟 我发消息 让他们再送几个菜 嫂子一听 是W酒店 抿了名嘴没讲话 我看着她安生的模样 瞬间松了一口气 门铃声骤然响起 嫂子刚才还一副 身子很笨的姿态 此时却灵活雀跃地 先我一步跑去开门 爸妈 快进来 嫂子揽着她父母热情地 就像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而她的侏儒 弟弟跟在身后 脏兮兮 又色咪咪的样子 看起来就惹人厌烦 我父母看亲家过来 停住了手头 刷的短视频 站出来一副讨好的模样 嫂子爸妈 并没有回应我父母 而是打量着我的房子 半晌 嫂子妈妈 才似笑非笑地评价了一句 这房子挺大的 适合当你弟弟的婚房 我不可思议地 看着嫂子妈妈 嫂子赶紧笑着说 对吧 妈妈 你再看看心亭 最近长胖了一点 这屁股也是生儿子的料 我听到这里 已经忍不下去了 火冒三丈地说 嫂子 我生不生儿子 关你们什么事 听到我大声吼我嫂子 我爸突然不装死了 语气更暴躁地说 陈欣婷 怎么对你嫂子讲话 嫂子冷笑了下 瞥了我一眼 一副施舍的语气 等会儿通知你一件事 话音刚落 我妈赶紧出来 招呼着大家都坐下来 大过年的 先吃饭要紧 嫂子父母对视了一眼 就坐到了主位上 这才看着勉强能吃 我父母也陪着坐了下来 我妈打着哈哈 菜确实一般 亲家凑合吃 我内心泛着酸水 难受到不行 我哥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在我身后小声地说了一句 小婷 大过年的给哥哥一个面子 听到我哥的话 我强行将情绪压下 嫂子父母 一边说着菜不好 一边直接将帝王蟹 拿给了嫂子弟弟 又将所有秦类的腿 都摘了下来给他 嫂子弟弟看着眼前堆的东西 口水流满了胸前 我看着忍不住 回过头干呕了一声 我爸白了我一眼 我和他性格一样 都有点急躁 小的时候 我爸对我特别好 但自从我上大学以后 他就开始时不时 对我阴阳怪气 又极度暴躁 如果不是我妈和我哥 总是在中间调节 恐怕我早就被他打死了 我实在搞不懂 大家一起干一杯吧 庆祝下两家并一家的第一个除夕夜 我哥哥笑嘻嘻地举起杯子 邀请着大家 其他人淋淋散散地举起了杯 我最后也不情不愿地举了起来 碰杯的时候 嫂子弟弟冲我咧嘴一笑 吓得我手都不自觉地颤抖了下 嫂子落杯之后 直勾勾看着我 突然捂住嘴笑了笑 可不是两家并一家吗 我被他的眼神盯着 有点心里发麻 但面上依旧保持沉默 嫂子见我不搭枪 就用手肘戳了戳我哥 我哥闷头夹着菜 也不言不语 嫂子肉眼可见着急了 便清了清嗓子说 欣婷 我和俊杰商量了下 决定让你嫁给药祖 听到嫂子的话 我将筷子 啪的一声摔在了桌子上 赤红着眼睛问 你凭什么决定我嫁给谁 嫂子勾起了嘴角 我和你哥结婚的时候 没有要彩礼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 你得换亲过来 嫁给我弟弟 我推翻了手边的酒杯 酒杯顺着桌子掉了下去 榨出了一朵玻璃花 嫂子 你结婚后 我就替我哥补给了你五十万 嫂子立马尖叫道 没收彩礼就是没收 这五十万是我怀孕了 你们家补给我的安胎费 嫂子妈妈突然插嘴道 还没过门就会摔杯子了 真是一点家教都没有 我爸像是被点到了学位 突然炸毛了 他想也没想就过来 抡圆了胳膊 打了我一巴掌 我耳朵瞬间轰鸣作响 眼泪也流了出来 听见没有 人家说你没家教 这不是打我脸 我爸在我耳边怒吼着 我妈和我哥赶紧过来 拉住了我爸 嫂子爸爸突然吃笑了一声 晦气 我捂住肿胀的脸 冷漠地看向我爸 你爱过我吗 人家让你闺女嫁给一个弱智 侏儒 你也能做得住 嫂子妈妈突然愤恨地说 你骂谁是弱智 我儿子配你绰绰有余 嫂子也阴嗖嗖来了句 真当自己是九天仙女啊 脾气这么大 谁敢娶你 我弟就当作好事了 他们的话 我置若罔闻 我恶狠狠地盯着我爸 我爸被我的眼神看到心里发毛 忍不住又抬起了手 可是又立马被我妈拉住了 我妈擒着眼泪 冲她摇了摇头 我哥跑到我这边安抚我 欣婷 你不要发提气了 快给爸爸道歉 我听到哥哥的话 冷笑一声看向他 也许刚才那一巴掌 将我的眼泪打了出来 连带着脑子的水也打了出来吧 平日里和我爸的争执 我都耐用两个人脾气相似 来洗脑自己 可如今人家欺负到面前了 我爸却是如此态度 被激怒的点 也仅仅是觉得我丢面子 他爱我吗 答案显而易见 而我的哥哥 却让我跟爸爸道歉 我忍不住问道 哥 嫂子说他与你商量过了 让我嫁给这个侏儒 你也是愿意的 我哥回避了下我的眼神 抖着嘴唇说 我这副样子 我从未怪过你 昭帝也没有嫌弃过我 所以药族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嫁过去 我们亲上加亲 我内心脚痛 这是平日里最疼我的哥哥吗 话里话外 开始道德绑架 我嫁给史昭帝的弟弟 史耀祖 好 那妈妈呢 我眼泪朦胧之间 只看到我妈的身形顿了顿 她并未言语 用沉默回答这一切 嫂子健壮 哎 这么一闹 这年夜饭还有什么吃头 心庭 你看所有人都同意了 你究竟在矫情什么呢 我矫情 我嘲讽一笑 眼泪热辣滚烫 嫂子妈妈也笑着说 既然亲家公 亲家母都同意了 那欣婷的房子 也就是我家的房子了 今晚我们就不走了 先熟悉下环境 也让药祖和心庭 先住一起熟悉下 石药祖听到自己妈妈这么说 突然兴奋起来 老婆 老婆 嫂子妈妈听到后 乐呵呵看着石药祖 哎呀 我儿子真懂事 我看着这令人作呕的一幕 突然冲进厨房 拿出了一把大刀 我用力砍着桌子上的菜 从小到大 我对家里的所有付出 都是基于我哥对我保护 我妈对我的温柔 即使我爸脾气暴躁 我也只以为是他性格问题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过来拦我 我就冲谁挥刀 我一边砍一边扔 像是发泄着内心最大的憋屈 不知道哪个邻居家里 突然弹奏起了 命运交响曲 我跟着伴奏 像是杀疯了一样 疯婆子 脑子有问题了 嫂子惊声尖叫着 拉着我哥 带着他父母和弟弟 一起开门跑走了 我爸妈也没再管我 跟着溜至大吉了 除了发疯 今天的事情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房子 瞬间变得空荡荡起来 我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 靠着沙发被瘫软了下去 窗户外面突然炸起了烟花 万家灯火可亲 我这里却一片狼藉 除夕夜后 我在家里躺了两天 突然又接到我妈的电话 心停 在干嘛 我听着我妈若无其事的声音 心里委屈的涟漪又波动了 便半上没有吭声 我妈见我沉默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心停 妈妈想和你聊聊天 我 我妈语气带了一点难过 心停 你哥哥小时候保护你 脸和脖子才留了这些疤痕 长大娶个老婆不容易 我听到这句重复了八百遍的话 哽咽着 嗯 我妈见我在听 接着说 我们老陈家就你哥这一个男丁 传宗接代还得靠他 你嫂子现在怀孕了 你就当演演戏哄哄他 不会真的让你嫁给药祖的 我语气生硬地回 可我演不了这个戏 我妈突然抽气起来 算妈妈求你了 你嫂子去检查 是个男胎 等你嫂子把孩子生了 你怎么闹都行 我情绪激动 妈 我没有闹 这是本身就不正常 你从小看我长大 真的舍得 让我去接触那个侏儒吗 听到我的话 我妈声音突然尴尬了 都是一家人 就别侏儒长 侏儒短了 药祖就是矮了点 也没那么不堪 我一时语色 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我又听到电话那边 唧唧喳喳了几句 我妈才又说 好了 大过年 不说这个了 大年三十都莫过好 你明天过来家里 妈妈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先开开心心 把年过完 可能是怕我不来 我妈又接了一句 你嫂子明天不在家 你放心回来吧 咱们母女俩好好聊聊天 听到我妈的话 我心里突然又好受了点 妈妈应该还是在意我的吧 于是我轻轻地说 好的 明天一大早 我就过去帮你做家务 我妈欣慰地说 不用啊心庭 你过年就好好休息 赶中午饭点过来就好了 挂完电话后 我摸了摸脸上 被我爸打过的痕迹 心里突然莫名地不安起来 我想了想 就给我一个好哥们 发了个消息 第二天 我准时过去了父母家里 我爸出去买饮料了 我哥陪嫂子回娘家了 我瞬间松了一口气 我妈看到我情绪稳定 又一直安抚我 心庭 你坐一会儿 妈妈快做好饭了 我点了点头 就坐到了沙发上 我四周环视了下 这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家 熟悉温馨的环境 令我一时百感焦急 我也不懂 我们一家人 怎么走到了除夕那天的地步 就在我想心事的时候 我爸突然回家了 他挟了我一眼 说 还知道要回家 我酝酿了良久 爸 那天的事情对不起 我情绪也过于激动了 我爸冷笑了下 闺女长大 真不由爹娘了 我皱了皱眉头 我爸依然语气不杂好 我觉得客厅的气氛 都变得稀薄 而难以呼吸起来 就站了起来 朝我以往的房间走去 等我打开房间门 却发现 房间被改造成了一间 婴儿房 妈 爸 我的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大喊着 我放在家里的东西 都去哪里了 我妈听到我的声音 从厨房跑了出来 健壮 却带了点笑意说 你嫂子怀孕了 这个房子 就给你小侄子用了 你有自己的房子了 还计较这个 我心里难受 却还是固执地说 意义不一样 我除了给了嫂子五十万 陆陆续续 也给到家里六十万左右了 怎么连个房间 都没有留给我 我妈听到我的话 紧簇眉头 我爸确实一点就诈 我就知道 养女儿没有用 给点钱就知道算账 父母给你生命 养你长大的账 怎么算得轻 陈心廷呀 陈心廷 你真是太过于算计了 我鼻头一酸 养女儿没有用 要不是女儿帮您 还了几十万高利贷 您早就被放高利贷地 砍死了 我妈瞬间开口了 陈心廷 不能对爸爸这么讲话 而我爸却怒不可遏地 冲了过来 一副要收拾我的样子 我妈连忙挡住了他 我依稀听到我妈说 再忍忍 等会儿还要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我爸瞬间像 只榨毛的猫咪 被捋顺了毛 他看了我一眼 你这脾气在社会上 迟早要吃亏 我倔强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吱声 快过来吃饭了 我妈又当所有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喊着我和我爸 我爸阴瑟瑟地看了我一眼 拧紧了嘴巴 去了餐桌呢 我跟在他身后 嘴角闪过一丝悲凉的笑意 我妈突然给我 加了一块红烧肉 我冷笑一声 将肉吃下 她见我痛快吃下 尴尬地扯起了一个微笑 又给我端来一杯可乐 我看着我妈 微微颤抖的手 突然对她灿烂一笑 我妈手不自觉地抖了下 抖出了不少可乐出来 我爸健壮 则怪道 你能干好什么事情 她接过我妈手中的饮料杯 跑去厨房 又给我接了一杯可乐 我妈突然莫名其妙地解释道 可乐里面放了点生姜 放厨房锅里煮了煮 你喝着暖和 说完 她自己也觉得突兀 就闭嘴了 气氛一瞬间 变得凝固起来 我爸爸可越放在了我面前 阴阳怪气地说 一般都是女儿伺候爸爸 今天反过来 爸爸伺候女儿了 我没有理会她 又看了看我妈 我妈逃避着我的眼神 好 很好 我将可乐一饮而尽 果然 慢慢开始失去意识了 等我再次清醒的时候 我浑身已经被捆绑起来了 我躺在沙发上 内心却是格外的平静 我嫂子看着我 咬牙切齿地说 好好跟你说 让你嫁给药组 不听 非要我们来硬的 站在嫂子旁边的食药组 一脸色咪咪地看着我 嘴里不清不楚喊着 老婆 老婆 我要娶老婆哥 我看到我哥 也颓然地站在另一边 对不起心庭 朝地怀了我的儿子 我不能拿孩子冒险 求求你了 我爸火冒三丈地说 求他做什么 今天生米煮成熟饭了 他不嫁也得嫁 我妈别过脸 擦了擦眼泪 心庭你别怪家里人 都是为了你嫂子 肚子里的孩子 我嫂子听到这里 更得意了 陈心庭 你赚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比不上 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突然开口了 爸 我认命了 但是事到如今 你能说句实话吗 小时候 你明明对我很好 后面为什么突然这么对我 我的话刚落音 我妈脸刷得一下白了 我爸冷哼一声 你上大学那会儿 我才知道 你就是你妈出鬼声的野种 要不是看你能给我儿子赚钱 老子早就弄死你了 嫂子接了一句 你就是个害人精 害你哥哥留下这么严重的伤疤 害公公屈辱了一辈子 害婆婆愧疚了一生 你就得嫁给药祖 赚钱供我们全家赎罪 我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何罪之有 我妈突然跪了下来 心庭 你是我年轻时候犯了一个错 你就当替妈妈赎罪了 妈妈爱你 我嘴里面含着眼泪 苦涩地说 妈妈 你真的爱我吗 我妈听到我的话 表情突然变得茫然起来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突然暴躁地动了起来 使劲挣扎着手中的绷带 我嫂子推了一把我哥 我哥狠狠了心 上前重重扇了我一巴掌 我嘴角瞬间出血了 我看着我哥的眼神 带了点兴奋和暴力 我不禁怀疑 当年我哥 真的是保护我才受的伤吗 我嫂子见我被我哥打得愣神了 又着急地说 带到房间去 陈云照你摁住你妹 让药祖生米煮成熟饭 我哥听到我嫂子的话 停顿了下 这不太好吧 我嫂子丝毫不知道 廉耻地说 我怀孕了 父母年纪大了 这里就你年轻又厉大 你不按住他 不教教药祖怎么做 这是怕事成不了 我哥还是没有动 我嫂子又说 你要是不做 我就去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和你离婚 嫂子的话 让我哥一瞬间 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 他非常在意 现在拥有的一切 在意我嫂子 肚子里的孩子 我哥拉着我的头发 直接往他们房间里拖 一边喊着 药祖 进来 使药祖只觉得好玩 他跟在我哥身后 笑声不断 疼痛让我感到绝望 我哥摁着我 对使药祖说 你 你 他结巴了半天 突然痛苦地嚎 叫了一声 将我放在床上 蹲在床底下 揪着自己头发 使药祖不明 所以 他过来 摸了摸我的脸 漂亮 漂亮 他摸着摸着 就要将嘴巴凑过来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候 门外传来了巨响 嘈杂的声音 充斥了整个房子 警察 我侧头看着 祁玉带着几个警察 冲进了房间 祁玉一马当先 跑进了房间 率先将我哥控制住了 我嫂子尖叫地跑了进来 被其他警察挡了回去 祁玉将我哥 叫了别的警察 才跑过来看我 对不起婷婷 我来迟了 我看到祁玉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祁玉 我好难过 祁玉帮我擦着眼泪 他红着眼睛 帮我解绑 又按摩了好久 我被捆绑的地方 等我恢复了知觉 他才将宝毯 踢在了我身上 环抱着我往处走 你哥哥不会有事吧 我妈被警察拦住了 她只能焦急地朝我喊了一声 我侧头看向她 眼神似古井般 毫无波澜 也许 我妈被我的眼神吓到了 她突然暴露了真面目似的 又补了一句 陈欣婷 你哥要是出事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爸这几年酗酒严重 身体被严重透支了 她已经晕倒过好几次了 我提议安装监控也好几次了 我妈就是不同意 所以我在还住家的时候 就偷偷在客厅安了个微型监控 防止我爸哪天晕倒了没人管 因为毕业后 拼命赚钱给我爸还贷款 根本没时间和家里人 好好坐下来讲讲话 就慢慢忘记告诉家里人了 后来我哥娶妻 我更忙更累了 每天加班加点赚钱 就是为了给嫂子补了原先要求的 五十万彩礼 也是为了讨好 对我日渐冷漠的家里人 我一直搞不明白原因 我本来打算等这个除夕夜 大家坐一起聊天的时候 顺带提一嘴 结果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不安的预感让我打开了监控视频 我盯着监控视频里的画面 全家人团结一心谋划着怎么害我 我的心一点点冷了下来 于是我跟祈雨发了个消息 给了她监控的账号密码 让她等临门一脚的时候 再将警察带进来 心庭没事的 祈雨握着我的手 一直安抚着 我面色苍白地看着她 祈雨 原来我的一切不安都是真的 祈雨看着我点了点头 倾听着我的话 我惨笑一声 从小到大 我都是纠结家里人是否爱我 我总是觉得我很计较 我很小心眼 现在我才发现 只有不爱才会如此患得患失 祈雨安慰着我 心庭 你身边爱你的人还有很多 我听到祈雨的话 闭上了双眼 祈雨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祈雨点了点头 才反应过来 轻声说了句 好 我哥作为这件事情的主要策划人和执行人 即使未遂 也因为情节恶劣 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而使药组因为智力问题 暂时被法律放过了 我父母和嫂子全程没有动手 仅仅是被拘留了一阵子 等他们都出来的时候 我嫂子就准备起诉离婚 说是等我哥出来了 就彻底成为一个废物了 所以他也要打掉肚子里的小废物 我爸这些年 提气早就被我妈出轨这件事 反复折磨到易怒易躁了 他的心里也早就出问题了 他见实在劝不下我嫂子 便静止提着刀去了我嫂子家里 用暴力威胁他们一家人 结果嫂子一家品性也恶劣易怒 根本不吃这一套 我爸被激怒到失了痣 直接将他们一个个砍死 我看后续报道视频 我爸知道被警方抓获还在喊着 你毁了老子的儿子 孙子 老子毁了你们全家 血债血偿 全都给我死 在后来 我突然收到了奇遇 发给我的消息时 我哥去世了 我看到这则消息 整个人仿佛掉入了冰窖当中 冷册骨髓 同时我的心底也涌出一股强烈而压抑的痛感 即使我哥后来做的事情如此泯灭人性 但是小时候保护过我的那份情意 依然在我内心有一块净土 这些年来 即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伪装的 也确实伪装得很好 我下班后 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我妈赫然站在我家门口 我警惕地看着我妈 我妈却一脸笑意地 冲我招了招手 我敏锐地察觉到她的情绪不对 所以丝毫不敢往前走 我妈见我防备心过重 就主动往我这边走 她的嘴角始终带着一丝甚人的微笑 心庭 妈妈好想念你 你有没有想过妈妈 她的声音就跟招魂一样虚无缥缈 听得我浑身打了个机灵 妈 有事好好说 我一边后退着 一边劝戒着我妈 我妈歪了歪头看着我 又扯起一个诡异的笑容 妈妈从小把你带大 你看你还防备着妈妈 真是不乖哦 她越来越加速往前走 我刚准备扭头就跑 突然脚下一滑 摔倒在了地上 脚踝的痛处 让我一时之间 没办法直接起身 我妈突然癫狂地笑了起来 沉心庭 如果没有你 我们一家三口 还是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 都怪你 你就是个扫把星 我忍着疼痛回怼道 最应该怪你 谁让你出轨 自作孽不可活 我妈突然俯下身子看着我 我只是一念之差 谁能想到就怀上了你 你爸那会儿 又那么期待你的出生 我只好选择生下你 我听到她的话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想问个清楚 但是又不敢知道真相 我看着我妈近乎癫狂的面孔 终究还是没忍住 问道 我哥烫伤 不是为了救我吧 说完 我的手指不自觉颤抖了起来 我妈怜悯地看了我一眼 突然拿出一把刀 缓缓靠近我 你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 我从你出生开始就想纠正这个错误 我缓缓地往后挪动着 手指在地上狠狠挪擦着 用痛感保持着清醒 我妈像是陷入了自己的情绪当中 继续说 你哥在小时候就知道 你不是你爸亲生的了 他心善细腻 他爱妈妈 他知道心疼妈妈 我听着我妈的话 突然心如刀脚般疼痛 差点就要呼吸不过来了 我妈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 怅然琐失表情 她烧了一壶滚烫的水 本来想装作尸手 从你头上浇下去 结果没想到脚打滑 直接烫伤了自己 我一边听着我妈的话 一边活动了下我的脚 很好 恢复过来了 然而我的表情 却还是装作痛苦 又不能灵活 动起来的样子 我妈接着又语气苦涩地说 我儿子好好的一张脸 就这样被毁了 我只能指望你 以后养着他 好让他能轻松一点 可惜你一点都不乖 非要闹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看着我妈 双手撑在了地上 恶狠狠道 我爸有句话没说错 你就是个贱人 我妈愣了一秒 就反应过来了 她的情绪果然被我这句话 刺激到了 她牙子欲裂地举起了刀 朝我回来 我灵活一闪 迅速起身 将我妈反手擒住了 妈妈 你忘记了 我小时候 我爸送我学过跆拳道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荒废掉这个爱好 我妈受削的身躯 在我的控制下 根本没法动弹 她痛苦地大喊着 你就是一个错误 你就是个害人精 你不得好死 我眼睛酸痛 却无泪水 我不是错误 我不是害人精 是你们造就了一切悲剧 却怪在我身上 我不仅不会不得好死 我还要好好为自己而活 好好享受生活 我妈声音嘶哑地重复着 你不得好死 我喃喃念叨着 妈 你真的没爱过我吗 我妈突然放弃了挣扎 她沉默了片刻 又嚎啕着 害人精 去死吧 我报警了 我妈被抓走了 警察压着她的时候 她的眼神赤红且空洞 仿佛是我为无物 我看着我妈陷入的背影 干涩的眼睛完全掉落不出来 眼泪了 我妈入狱后 我将自己工作安排得更晚了 所以无暇伤春悲秋 我同事都喊我是拼命三娘 就连老板都忍不住 强行让我停下手头的工作 放我一个带心的长假 让我好好休息一番 我停下了工作的那一刻 也突然意识到了 这些年 我都没好好为自己活过 最初 我拼命赚钱的目的 就是想让一家人过上好的生活 可是 生活为什么要这么造化弄人 也许 人心从一开始 就是不可预测的 我曾经的家人们 都活在各自的心魔里 不封魔不成活 每个人都得到了该有的报应 然而 当我成为孤家寡人的这一刻 一股悲凉感 还是冷册心扉 也许要接受接下来的生活 还是得需要一个过程 我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久了 我卖掉了新买的房子 将这笔钱作为储蓄金 申请去国外读研 我又开始忙碌着 考雅思准备资料的事情了 没过多久 齐玉又给我带来了 我妈的最新消息 我俩坐在咖啡馆的时候 齐玉还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笑了笑 你直接说吧 我妈是不是自杀了 齐玉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是的 阿姨自杀了 用磨尖了的牙刷杆 直接捅穿了脖子 我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手指骨微微发麻 其实我隐隐约约有猜到这个结局 因为我妈活着的信仰 就是这个家庭 我爸 我哥 以及曾经我以为还有我 可是当真的听到我妈死讯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难受 我泪水在眼眶打转 表情麻木地看向窗外 大街上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给女儿买小气球 她俯下身子看着她的女儿 仿佛在欣赏世间的瑰宝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次 我爸带着我哥回老家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妈 大半夜我发烧 难受得嗷嗷哭 我妈也跟着我一直在哭 我哭喊着想吃糖葫芦 我妈给我喂了药之后 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等睡醒后 发现我妈拿着一只糖葫芦 在我床边打短 她为了照顾我 一宿都没睡 整个人憔悴又苍白 我还记得 那是她大半夜 跑去卖糖葫芦的人家敲门 忍着人家的埋怨下 买了一只糖葫芦 见我醒来 她无神的眼睛 都变成星星眼了 还举起糖葫芦 晃着逗我 我还记得 那只糖葫芦 虽然变得黏黏糊糊了 但是味道 是我吃过最香甜的 我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我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齐玉有点慌乱地看着我 你不要太伤心了 我扑吃一声笑出声 如果我说 我妈死了 家里那套房 又能给我出国添一笔资金 你还觉得我会难过吗 听到我回答 齐玉震住了 我用纸巾擦掉眼泪后 又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有良心 齐玉缓缓地摇了摇头 瞬间又点了点头 你是很没有良心 你忍心扔下国内的一切吗 你这里还有这么多朋友 同事 你倒好 说走就走 我淡然一笑 齐玉 我就出去读个眼 你搞得我从此 再也不回来一样 齐玉表情有点固执 谁知道哪个外国小子 会不会就把你拐走了 我中重敲了齐玉的头 再说就说偏了 别这么性元老 看谁都跟要和我谈恋爱一样 齐玉鸣紧了嘴巴 没有说话 我俩就这样互相看着对方 齐玉还是率先挪开了目光 我也转头看向窗外的冬日暖阳 阳光和煦 我内心的阴霾也驱散了一些 也是这一瞬间 我坚定了一定要出去看看世界的决心 也许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找到真的自我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周末去婆婆家吃饭 七岁的小侄子突然站在我身后摸我 我吓了一跳 却本着给孩子留面子的原因 没有声张 饭后 我偷偷和老公说了这事 想让她告诉大哥大嫂 注意点孩子的教育 没想到大嫂听完直接炸了 姜美玲你什么意思 这么大人了 污蔑我家小豪是流氓啊 大哥也不乐意 建军你也跟着胡闹 小豪一个小孩 他懂什么 还值得你们两口子 大张旗鼓的教育 我气得不行 什么叫孩子小不懂事 我本来为了小孩留点面子 可他父母这样不知好歹 我也不用忍了 大哥大嫂 那孩子不就得从小教育 你们这样灌着壮壮 是害他呀 大嫂白了我一眼 我呸 这么大点 小孩你就给他灌输那种思想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 你们家妞妞是不是也没少被你这么教育 真是不知廉耻 要我看 小豪摸你还不一定是真是假呢 别不是某些人自己勾引的 大嫂越说越过分 婆婆还出来稀泥 美玲 你咋那么大惊小怪的 孩子兴许是无意间碰的呢 我拉过小豪 弯下腰和他对视 小豪 你告诉二婶 刚才是不是你摸的二婶 小豪眨把眼睛 眼珠子四处飘 见我不准备放过他 他突然忘得一声哭了出来 大嫂着急地一把搂了过去 哎呦 我可怜的小豪啊 不哭不哭 一边说着 他还一边解开衣服 在我震惊的眼神中 他头也不抬地 开始给小豪喂食 我眼前一黑 连忙拉过妞妞 捂上了他的眼睛 小豪都七岁了 怎么还没戒奶 大嫂健壮 又对我恶狠狠道 看什么看 人家专家都说 喝我的对孩子好 我深吸一口气 觉得这一家都无药可救了 回到家里 我拉着女儿的手 就郑重地告诉她 让她以后离小豪远点 女儿乖巧地看我 妈妈 你放心吧 我都记得 除了爸爸妈妈 别人都不能抱妞妞 也不能亲妞妞 看着女儿乖巧懂事的样子 我松了口气 至于小豪 就让大嫂宠去吧 又不是我家孩子 临近年关 婆婆拉着我和大嫂 一起去给她买东西 我见小豪也去 就没带着妞妞 果然逛了不过一会 小豪就开始撒泼打滚 只喊着自己累了 大嫂没办法 只能停下来哄她 婆婆在一旁出主意 好好是不是又想喝 大嫂闻言 又赶忙解开衣服 这次我没说话 旁边就有路人看不过眼 你是不是有病啊 大庭广众地脱衣服 大嫂面红耳赤 我为我家孩子咋了 那人一听更是无语 你旁边那小孩都六七岁了吧 大嫂瞪了她一眼 六七岁咋了 你在多管闲事 信不信我报警说 你耍流氓 那人也气急了 直接和大嫂吵了起来 周围看热闹的人 也越来越多 大家都对大嫂和小豪指指点点的 大嫂气得不行 可又说不过这么多人 只好拉着小豪往母婴室走 我在外面等了没一会 突然就听见大嫂的尖叫声 好好 我赶紧去看 就见到小豪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 鹅脚还躺着鲜血 原来小豪进了母婴室 竟然又摸了一位年轻妈妈的 那位年轻妈妈也不惯着她 直接就扇了一巴掌 小豪送医院后 查出了脑震荡 大嫂和婆婆都哭天腔地的 大哥也气得要告人家 可人家战里又赔了医药费 大嫂只能咬牙忍了下来 一大家子因为小豪年也没过好 我搂着女儿在心底冷笑 不就是脑震荡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婆婆心疼小豪 就一直让小豪住在她家养伤 大嫂当然乐意 老是跑到我面前阴阳怪气 美玲啊 我真羡慕你 你看你家妞妞乖得不行 不像我们家豪豪 调皮捣蛋难搞得很 我点点头一脸认同 大嫂你说得没错 小豪确实调皮捣蛋得很 不然怎么能被人打到脑震荡呢 大嫂气得咬牙 再捣蛋也是儿子好 将来传宗接代都是靠儿子 我们家豪豪可是妈的长孙 将来妈这套房子都商量好 留给豪豪了 我倒是不知道这事 于是惊讶地大声回答道 既然家产都是你们家小豪的 那将来妈养老 是不是不用我和建军了 毕竟我们可啥都没分到 你 大嫂正要反驳 婆婆突然进门 她狠狠地瞪了大嫂一眼 又对我堆笑道 听你大嫂胡说 建国和建军都是我儿子 我咋能不给建军留呢 我冷哼一声就出了厨房 老公也听见大嫂的话 看她有些低沉的样子 估计也是对婆婆寒了心 我俩结婚后 每年都没少给婆婆买东西 逢年过节还给钱 而大嫂一家 除了嘴上说说 什么实际行动都没有 婆婆喜欢小子 我们知道 不求她一碗水端平 可也别做得太过分 我拍了拍老公的手 就回里屋躺着去了 迷迷糊糊间 腰上好像放上来一只小手 我以为是妞妞就没理会 可那手越来越往上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随之而来的就是小豪的哭声 我坐起身一看 妞妞正挡在我的身前 瞪着小豪 大嫂听见哭赶忙跑进来 见小豪坐在地上连忙心肝肉地叫唤着 她打我 呜呜呜 妞妞打我 呜呜呜 你做死了 你个丫头骗子 小小年纪不学好 还学会打人了 说着 大嫂扬起手就要打过来 我眼疾手快地拦住 大嫂 妞妞从来不无缘无故地打人 你要不要听孩子讲讲前因后果 妞妞从我背后探出来指着小豪 我看到她在摸妈妈 妈妈说 女孩子不能让外人摸的 老公听到妞妞这么说 彻底气炸了 大哥 你不打算好好解释解释吗 大哥看着妞妞咬牙切齿 丫头骗子 还学会撒谎了 妞妞也不示弱 小豪 你刚才是不是摸我妈妈来着 你不能说谎 不然我就去学校告诉大家 你是说谎经 让大家都不和你玩 小豪一听就急了 呜呜呜 我 我就是饿了 我想吃二婶的 大哥大嫂这下无话可说了 老公气得抱起妞妞 拉着我就走 婆婆着急拦住 老公一脸冷漠 妈 你们现在要是再不教育小豪 以后有你们后悔的 小豪还是小孩 他现在的举动都是无心之举 可习惯成自然 将来他长大了 也会觉得这些行为都是小事 到时候酿成大错 很可能牵连一大家子 可大哥大嫂不想这些 他们只觉得老公是在诅咒他们 妈 你别拦着 让老二滚 她现在不亲侄子 等她老了以后 连个摔盆的都没有 大嫂也站起来怒视我们 就是妈 以后我和建国给你养老 婆婆听着这话 放下了拉着老公的手 老公深吸口气 没再多说什么 回到家里 妞妞还一直抱着老公不撒手 爸爸 是不是妞妞做错了 老公揉了揉妞妞的头发 妞妞没做错 爸爸今天还要表扬妞妞 保护了妈妈 文言妞妞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妞妞开学后没几天 我就在班级群里 收到了老师的通知 近几天 班里有同学在班上 总是做一些很不好的行为 我已经接到了家长的投诉 也和当事人家长沟通了 这里我就不点名了 这周六 请全体家长 务必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所有家长都回复了收到 只有大嫂在群里 而老师 我和孩子爸周六都要加班 让孩子奶奶去可以吗 周豪家长 这次的讲座你和你丈夫都要去 这不是咱们商量好的吗 可我们突然有事啊 再说了你们学校学费那么贵 我们不加班 哪负担得起优 别一天天地开什么讲座了 你们这都是不合规定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教育局告你们 周豪家长 学校开这个讲座 因为点什么 你心里没数吗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就是啊 老师没名说 就是给你留面子 你别不知好歹了 大嫂健壮极了 什么叫专门给我们开的讲座 你说说清楚 自己家孩子 对女同学动手动脚 还有理了 我们已经看在学校的面子上 让了一步 你别得寸进尺 看到这我才明白 原来小豪现在竟然变本加厉 竟然在学校猥亵女同学 周六我带着妞妞一起去了学校 学校开的讲座果然是小孩教育的问题 大嫂被老师安排坐在第一排 也不知道听进去多少 讲座刚一结束 她拉着小豪就走 什么破讲座浪费时间 讲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这么大点小孩能看吗 等我那天去教育局告你们去 她的话引起了旁边家长的不满 尤其是知道她是周豪妈妈以后 那位家长更是没有放过她 就你儿子对我女儿动手动脚的 来来来 我看看那个小崽子毛掌齐了美 周豪被吓得躲在大嫂身后大哭 大嫂心疼孩子 可也不敢和面前五大三粗的男人较劲 老师这回赶过来 连忙隔开了两人 大嫂这踩嘴硬道 还不是你闺女倒贴 不然你以为我们家好好稀罕她 她这话一说 直接点燃了男人的怒火 可男人并没有当场发作 而是指着大嫂让她等着 大嫂以为那人怕了 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此事没两天 网上就疯狂传一则班级内的监控 监控画面里 女生的样貌都被打了厚厚的马赛克 而周豪却被看得一清二楚 她对女同学动手动脚的作为 被所有网友怒喷 这是什么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耍流氓 我家女儿要是和她一个班 我得每天心惊胆战的 这样的孩子就该退学 好好教育教育 这小孩有点眼熟啊 这不就是前段时间某某商场里那个吗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后来还去母婴市耍流氓来着 被人家一巴掌扇到了地上 周豪彻底出名了 妞妞回家告诉我 她已经被所有同学都孤立了 周豪回到家 就和大嫂哭诉要转学 大嫂心疼的不行 当然同意了 只是周豪的作为 没有哪所学校敢轻易同意 最后还是一家私立学校 同意让周豪上学 只是学费十分昂贵 一个学期就得好几万 大嫂只得咬牙同意 私立学校好啊 认识的都是有钱同学 等将来我们好好有本事的 私立学校的花销十分昂贵 不光是学费 学校还经常组织出游和一些活动 这些都是要钱的 周豪年纪小 又不是生在那种打小有钱的家庭 很快她就被学校的气氛同化了 小生初的时候 大嫂一直在劝说周豪好好考试 争取考到公立学校的初中 可周豪不乐意 哭着闹着还要上私立学校的初中 妞妞升到初中以后 周豪如愿以偿地直升了 又是一年春节 婆婆给老公打了电话 让她今年回去 自从之前闹翻以后 我们也有好几年没去婆婆那了 三十那天 大哥大嫂果然也在 和五六年前比起来 如今的大哥大嫂像老了十多岁一般 老公还世一周 没话找话到 怎么不见小豪 小豪他们同学说请小豪吃饭 这不就没回来吗 你是不知道他们那个私立学校 那同学家里个个都是有钱的主 说起来周豪 大嫂又是一脸得意 直到她被大哥对了一下 这才把目光转向妞妞 听说妞妞升初中考得特别好 是不是 我听说好几所学校抢着药呢 我只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接话 大嫂脸色难看了一瞬 又很快恢复过来 还是女孩子省钱啊 等她初中一毕业去打工 又能给你补贴家用了 大嫂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皱着没反驳 我家妞妞还要上高中的 一听上高中 大嫂立马极了 女孩子上什么高中 有个初中文凭就够了 再说女生后劲不足 上了高中也是倒数 白夏花钱还不如早点去打工 就是啊美玲 你嫂子正好认识一个工厂招人 要不就让妞妞现在退学吧 这话说得我火气直冒 我直接把筷子摔到了大哥的脸上 大哥大嫂 你们两个想钱想疯了吧 是不是介绍一个人过去 你们两个还有提成呢 大嫂听我拆穿了 她尴尬地笑了笑 美玲你这话说的 我也没打算独吞啊 咱们一人一半 我气得一巴掌 扇在了大嫂脸上 卖我闺女还敢和我分钱 你是不是有病 我骑在她身上 左右开弓地闪着巴掌 大嫂一反抗 我就使劲拽她的头发 拉下来好几把 大嫂被我打得出其不意 半天翻不过身来 大哥终于想起来要帮忙 却被我老公一把制住 婆婆急得不行 见我还在下死手 赶忙报警 妞妞想拦住 却被我制止 警察很快就过来了 大嫂被打得鼻青脸肿 头上还凸了好几片 呜呜我要报警 警察同志就是他打的我 警察看向我 我直接拿出手机 播放了刚才的录音 警察同志我举报 他们两个和人贩子有勾结 警察听完了我的录音 确实觉得大嫂口中的 那个场子有猫腻 于是大哥大嫂两人 被带去了警察局问话 我和老公也去做了笔录 等从警察局出来 已经是后半夜了 大嫂见到我 披头散发的就要继续撕扯 却被警察拦住 再要闹事 直接拘留 大嫂只好咬牙切齿地放弃 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起 大嫂接起 是周豪打来的 妈 你身上有没有钱 这帮逼孙耍我 点了一堆酒 结账全跑了 大嫂颤着声音问道 要多少钱 五万吧 你快点转回来 我还要找他们算账呢 五万 吃一顿饭就要五万块钱 大嫂眼睛一翻昏了过去 我白了她一眼 真是活该 大嫂在大哥怀里醒来 又是一阵哭天腔地 我和老公不耐烦再看下去 拉着妞妞就走了 后来听说 还是婆婆拿出了自己之前 传的棺材本 这才给周豪付了饭钱 她这一顿饭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可她还是不知收敛 一次又一次地管家里要钱 别的同学都去 为什么不让我去 别人都有 我也想要 你是不是想让我丢人 大哥大嫂这回后悔都来不及 可让周豪退学他们又舍不得 到最后 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 负担周豪的开销 而她俩彻底住到了婆婆家 妞妞升高中以后 我和老公就在她学校附近贷款 给她买了一套房子 高中压力总是大的 我和老公只能尽量让妞妞过得舒服些 大嫂知道后 拉上婆婆就来找我麻烦 一个丫头骗子你们还给买房 婆婆也不甘心 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你们两个小心后悔 我冷笑一声 把两人推出了门外 我的女儿 我爱咋花咋花 大嫂还是不甘心 你把房子给好好 将来妞妞嫁出去 我让好好给你养老 我看着大嫂讥讽道 可不敢让好好给我们养老 万一为了一万块钱把我和建军卖了呢 大嫂听到这话脸色清清紫紫的 上次他们忽悠妞妞去的场子被警察查出来 果然是一窝人贩子 好在发现得早 里面的女孩还没被转走 大哥和大嫂介绍了好几个人进去 也因此吃了官司 家里为了保全大哥的工作 就让大嫂承担了全部责任 现在大嫂出狱 已经没有公司要她了 而周豪还格外地嫌弃她 妈 你怎么这么丢脸呢 以后你别去我们学校了 因为你 我又被同学们嘲笑了 对了 再给我打点钱 我们这次商量好 要出国晚 周豪上了高中 变得越发地魂不灵起来 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大嫂来我这没占到便宜 灰溜溜地走了 一家人还在愁周豪的学费 可没过两天 周豪自己回来了 大嫂得意地堵着我炫耀 我们家周豪可懂事了 看不得我和她爸辛苦 这就要辍学打工呢 我和你大哥怎么拦都拦不住 自从我嫁过来以后 大嫂就处处和我比 可这些年 她又处处比不过我 这次周豪好不容易懂点事 她就变得格外的嘚瑟 可嘚瑟没两天 周豪就被警察找上门 你涉嫌一起按键 和我们走一趟吧 我没有 你们找错人了 妈 就我 一家人赶到了警察局 我和丈夫也被叫了过去 周豪被警察压在一边 嘴里还不干不净的 大嫂见状心疼得不行 你们快放开我儿子 警察没理会两人 而是开门去了礼屋 又让一对妇女进来 爸爸 就是他 女孩一见周豪 就满脸的恨意 那个男人皱着眉 走到周豪面前 细细打量了半天 突然 他抬起腿 趁警察不注意 一脚踹到了周豪 周豪熬得一嗓子 脸色煞白 好好 好好 你干什么 这是警察局呀 大哥见状就扑向了男人 只是警察现在反应过来 拦住了 陈先生 陈先生笑了一下 抱歉 我实在气得不行 以后不会了 他面色温和地道歉 可我却看出来 他刚才那一脚 根本就是用尽了全力 周豪的下半身 估计是废了 警察这才拿出档案 周豪 涉嫌强星号未遂 女孩名叫陈莉莉 是周豪班上的班话 周豪一直对他有好感 还总动手动脚的 这次更是趁着放学 堵住陈莉莉 想要强星号 好在陈莉莉 自小学过空手道 没让周豪得逞 周豪计划失败 脑子也清醒了 怕自己摊上市 就和学校请了假 回家还骗大哥大嫂 说看不得他们受累 要退学打工 陈莉莉不是能忍的 更何况学校里还有监控 人证物证都在 周豪被关押了起来 只等开庭看看盼几年了 我没有罪 我是开玩笑的 妈 你告诉他们 我是开玩笑的 你不是说开玩笑没事吗 大嫂呆愣地坐在地上 耳边都是周豪呼喊的声音 啪 一声响亮的耳光 打得大嫂头一歪 大哥又打了一巴掌 好好都是被你教坏的 你怎么不去死啊 婆婆也拉扯着大嫂的衣服 你去把好好换出来 你去把我的孙子换出来 大嫂一家终于尝到了 自己种下的恶果 他们偏袒七岁的周豪 却想不到 十八岁的周豪 已经进了监狱 若是当初大嫂 在第一时间就教育周豪 让她明白自己作为是不对的 那还有如今的事吗 我并不知道 也不想去考虑 回到家后 我和老公并没有把这事告诉女儿 周豪审判那天 妞妞高一期末考试 我没去凑热闹 晚上回来 老公偷偷告诉我 周豪被判了二十年 婆婆受不住打击昏了过去 而大嫂像疯了一样 婆婆醒来以后 把错全推到了大嫂身上 还穿多大哥和她离婚 只是大嫂现在的样子 法律不允许离婚 婆婆没办法 就在家里虐待大嫂 曾经穿一条裤子的两人 如今互相折磨 我和丈夫都暗自庆幸 幸好早早就和那边断了关系 而婆婆却不甘心 经常给丈夫打电话 还说着好听的话 建军 我那时也是糊涂了 才被你大嫂利用 你有时间多来看看吗 丈夫把电话一挂 根本听也不听 我和丈夫早就商量了 如果婆婆病得动不了了 我们会掏一部分钱给他养老 全当还了他之前的生养之恩 至于现在 就让大哥给他养吧 婆婆见老公一直不理会他 就开始和街坊四邻说 老公的坏话 只是之前我们吵架 邻居们早就听到 是因为什么了 所以也没人信婆婆的话 时光飞逝 转眼 妞妞高考结束 她超常发挥 考上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学 往后的日子 我们一家越过越红火 妞妞大学毕业后又考了研 婆婆知道后 还要多事地给妞妞找对象 女孩子家 学历高了就没人要了 我和丈夫里都不理 全荡尔旁风 这几年 大哥大嫂也不安宁 大嫂疯了以后 大哥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 每月的工资都给了那个女人保管 那女人还怀了一个孩子 后来周豪出狱 那个小孩都已经快二十岁了 周豪出狱以后 大嫂终于清醒了一些 只是周豪根本不管大嫂的死活 就把自己关到家里 也不出门 后来妞妞结婚前 我们还收到了周豪的信息 她先是祝福了妞妞 然后又想让我和老公回去一趟 她想当面道歉 我和老公都觉得没有必要 也没再回她 后来老公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我们这才知道 周豪准备了一桌子饭 都下了毒 一家整整齐齐 全部都中毒身亡了 包括大哥找的小三和那个孩子 也不知道周豪怎么说的 竟然让这些人坐到了一起 我和丈夫都唏嘘不已 我叫周豪 是周家的长孙 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 这是我从济世起 我爸妈就告诉我的 家里人对我十分溺爱 以至于我七岁还要妈妈喂 我依稀记得那年过年 我好像做了什么事 惹了二婶不高兴了 可爸妈都说 那是因为二婶多事 我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后来我去商场里 看到了好多漂亮阿姨 我做了同样的事 却被人扇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爸妈和奶奶 还是在指责是那人的错 我慢慢肯定 我做的就是没错 后来上小学 我对班上女同学开始好奇 他们那里也和妈妈的一样吗 我同样付诸了行动 可结局确实被学校开除 爸爸妈妈都告诉我没事 我也确实没事 我上了更好的私立学校 这里的同学都非常有钱 随随便便都是我买不起的东西 我跟在他们身后 努力地融入他们 却也总被他们当成狗一样戏耍 我不甘心 我不想让他们瞧不起我 于是我就总和爸妈要钱 我也请他们吃饭 同学渐渐地对我又好了些 可我妈又进了监狱 我再次被他们嘲笑 我恨 我恨我妈让我丢脸 后来我上了高中 同学带我玩的东西更多了 我见他们身边经常换着女朋友 羡慕不已 于是我盯上了班花陈莉莉 听说她父母的能力都很强大 要是我能把她泡到手 那我这辈子都不用努力了 于是我开始对陈莉莉动手动脚 在我看来 我能追她已经是给她的面子了 我妈说像陈莉莉这种家是大 又没有儿子的 那就是绝户 她还说我二婶家也是绝户 我不想管什么二婶 我只想追到陈莉莉 那天放学 和我一起玩的同学都在嘲笑我 他们说菜 连个女人都追不到 他们告诉我 你只要来点强硬地展示一下男子气概 就能听你的 我不想让他们瞧不起 直接把陈莉莉堵住了 陈莉莉一开始还在喊着救命被我扑倒 可我还没开始 就被她打倒了 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她早就想把我弄进监狱 这次正好给了她机会 我这才感到害怕 连忙跑回了家 只是警察还是找了过来 我又被陈莉莉的爸爸狠踢了一脚 疼痛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我好像真的废了 可我明明没做什么呀 就像我小时候摸二婶 爸妈都不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二婶要生气 我在监狱待了二十年 回到家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变了 我妈疯了 我奶奶也看我不顺眼 我爸更是直接在外面 有了新的老婆和儿子 至于二叔二婶一家 早已是我高攀不起的存在 我冷眼看着他们 觉得我这一生都是他们造成的 要是小时候他们能制止我 我就不会被学校退学 也不去私立高中和那些有钱人混在一起 更不会认识陈莉莉而对她有想法 我想把这一家都杀了 我买了毒 下载了饭菜里 我还给二叔二婶发了信息 只是他们不来 太可惜了 最后 我捂着肚子 看着大家都和我一样痛苦 我开心地笑了